蘇慧倫的《檸檬樹》 來 一起來欣賞 你說對愛太專注容易 孤獨這句話什麼意思 我不清楚 我愛上了雨 愛上你 多麼希望向你自由來去 原來心情甜 容易思念 反覆看部電影一遍一遍 孤獨的流著眼淚 回憶太美 愛多美麗 充滿詳情 只是在心裡 它總是酸流流滴 我不懂我自己 越來越像Lemon Tree 我一天一天更愛你 我不管 不管 不管 愛會苦苦的 還懶懶的天晴 我的愛是Lemon Tree Izolation 想住進您心裡 Izolation 期待下雨的一顆冷靜 你總是望著 藍藍海綿 說著流浪過的夢中 已實現這句話什麼意思 我不清楚 愛多美麗 充滿詳情 只是在心裡 它總是酸流落地 我不懂我自己 越來越像Lemon Tree 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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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天一天更愛你 我不管 不管 不管 愛會苦苦的 海藍藍的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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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愛是Lemon Tree 檸檬樹 謝謝你 好可愛的一首歌 羅文聰老師請 其實第一次看到你 我本來以為你放了Stand 是想說要宰歌宰舞 結果你讓我們期待落空 我本來說你今天想要轉型了 想說要拓載自己的歌路 好 我先講一下選歌跟歌藝的部分 我覺得你今天唱這個歌 當然這個歌我們印象中很深刻 它非常地輕快 當然聽起來會覺得 是一個很舒服的一首歌 但如果以展現技巧來講 這歌實在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能夠把別人壓下去 以歌型來講 它就是一個舒服 無法 你大概很中規中規把它唱完 但分數大概得到一個中等分數 想要更高 不太容易 除非你設計了一些很特別的舞蹈 也許這邊還會再加點分數 可惜你也沒有 再來就是我覺得你A段唱得不錯 如果就是那種在半說半唱 那種比較俏皮感 這個有展現出來 我覺得很好 有抓到精髓 到了副歌的時候我老實講 副歌真的是就沒有往上提升了 就覺得唱起來很平 感覺沒有什麼很特別 所以我覺得以選這樣歌來比賽的話 你主要必須要思考一下 謝謝老師 丁曉雯老師請 好 祥瑩一般來唱抒情歌 其實我們說你的口氣都很好 對不對 而且你這種不暈不火的唱法 其實都滿適合 今天來挑戰一個這麼活潑的歌 這個男生要唱這個蘇慧倫的歌 還真的滿少見的 OK 但我覺得你的語氣 還少了一點點 怎麼講呢 這種歌 它有俏皮的語氣 但是俏皮怎麼來 就是在你每一句歌詞 用字的強弱的變化 譬如說第一句怎麼唱 一個人孤單單的下午 你剩下唱就比較有語氣啊 一個人孤單單的下午 你知道它要有這個語氣 那語氣常常就是你的強弱 另外一個就是最後沒有 不管不管一點都不夠可愛 我一天一天更愛你 我不管不管不管 愛會哭哭的 這是重點啊 好 是不是 是 再唱一次 我不管不管 我一天一天更愛你 我不管不管 它當然要很輕巧啊 不管不管 對不對 不管不... 它算了 它連手都是... 所以我們講細節細節 怎麼樣去唱出來 這是很重要的 好 好,加油 謝謝 那謝祥穎表現成的檸檬樹 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上一週得到第二名的祥穎 這一週的分數 可以得到多少分 來到八十九 小數點開始跑 能夠超越90分嗎 84.8 84.9 90 小數點... 有打到分數是90.1分 謝謝老師 今天的選手都明顯退步了 上週90.9分 今天90.1分 對 我們目前還是挑戰者最高分 90.5 對 那個挑戰第五名 今天一排名之後 他會擠到第二名去 很有機會 若謝大偉在唱法他變第一名 傻眼貓咪 是 來,請